知名的世人艺术家楚歌 今年高龄80岁 从事艺文创作将近半个世纪的他 创作层面含快了诗画和书法 就算近年来身体饱受壁膜摧残 但他的画作仍富有明亮和灿烂的色调 好友们特别把楚歌近期的油画汇集展出 希望让更多人欣赏楚歌画作的生命力 多重色彩 从上而下 刷满整个画布 表辉出时间流逝 另外这一幅运用光明的圆体和线条的律动 来表现宇宙最初的状态 这些作品都是诗人兼画家楚歌 近期的油画创作 算长期来身体饱受壁膜的折磨 让他失去听力和说话的能力 但楚歌始终无法忘却对创作的热情 他是很可惜 可是他一直没有放弃 所以他也很努力的在復健自己 他也希望明年这个时候 能够大家看到他的展览 是一个全新的创作 投入艺术创作将近半个世纪 楚歌不但玩诗 玩散文 也热爱画画和鼓舞 虽然在一九八零年罹患鼻咽癌 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但他的心灵自由却不受限制 创作力依然源源不绝 两年前原本以画水墨为主的楚歌 突然疯狂爱上了油画 创作出六十多幅的油画画作 作品风格多变令人惊叹 他在创作上的时候很自由 所以他你看看他用什么笔 用什么材料他都可以创作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最大优点 他的创作是完全出自内心 他没有学院派的包袱 所以每一种尝试都是他自己做出来 终生都活跃在议坛的楚歌 去年在完成剧作龙屎之后 就卧病在床无法继续画画 要与人沟通也得透过纸笔 不过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 仍无法收起完心 还是期待未来会不健康后 能够继续拿起画笔 遨游在他最爱的油画世界里 谢谢蔡云庄志诚台北报道